大家好 之前有好幾集卡路斯教過大家 怎樣去操作家裡的智能家居和設定 講講智能家居其實一些人工智能的技術都沒有用 我們只不過用了Google自己的配套 以及它自己的大數據去認我們的語音智能 因而是操控家裡的電器 老實說如果真的要我自己去逐句逐句兜 人工智能裏面的編程和運算法 我們讀的電腦編程是四十幾年前的東西 而今時今日真是讀人工智能的編程 可以說我真是很深厚和我們所識的距離很遠 但話說回來我相信不單止卡路斯 有很多教授的老師都比上頭給我壓力 現在潮流是人工智能和大數據 你怎樣都要教一下給學生才行 要教不是沒得教的 即是那些什麼機器學習神經學習的那麼難的東西 我們不要管了 如果我們只是教學生怎樣去運用人工智能 其實是有很多空間的 小學生都學得懂 我打個比方 我們日常中用很多很多的電器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它內部發生什麼的 你買個電視機回來不會拆開它 研究了裡面的結構才開始看電視 同樣如果我們想學習人工智能 以及教我們學生去學習人工智能 我們應該由運用那裡開始 至於將來有沒有人長大到 讀大學的時候可以入讀人工智能系 就看他們自己做法 但如果我們今天不開始教 就永遠不會有這件事出現 正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卡路斯今天有這個人工智能的新系列出現 正如我所說 我現在戴定頭盔 我都是初歌來的 不過我就願意一邊學習 一邊跟大家分享我所認識 作為一個門外看 我之前都參加過一些 為老師準備的人工智能的入門課程 而在我制度教育那幾年 都跟一些這方面的專家老師交流過 然後我就開始把我所知的皮毛整合起來 就去教我的學生了 我們一齊來看看我教學生所用的notes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 人工智能的小小歷史 在1950年 一個叫艾倫圖靈的人 出了一個著名的圖靈測試 就是人和電腦進行對答 只有三成以上的測試者 如果分辨不到和它對答的 究竟是人就是電腦呢? 這台電腦已經被認定為有人類的智能 而經過了半世紀的發展之後 人工智能已經發展成一個學科 現在在大學有得讀 而更在進入了21世紀之後 發展非常之澎湃 好像在2016年 Google Deep Mic所研發的AlphaGo 這台電腦 就已經可以在圍企戰中 擊敗韓國的職業九段旗手 李西石 而AlphaGo的下一代 AlphaGo Zero 又可以將AlphaGo去打敗 而現今的人工智能 就是潮著演算法 數據和運算力方面進行突破 根據統計一分鐘之內 在微博這個平台上發出的資料量 是超過10萬 而經過社交網絡所辨識的人民面譜 一分鐘之內 是超過600萬張的 講來講去 這就是我們所用的大數據 當然我們自己學習人工智能 就未必用到這麼龐大的數據 先不要理會這些數據有多大 但電腦就是利用這些數據 去學會怎樣說話 怎樣聽話 怎樣理解 怎樣思考 甚至怎樣解決問題 以及去創造 而我們平時所謂的機器學習 和深度學習 都是潮著幾方面 所以我教大家做人工智能集中 都離不開人面辨識 語音辨識 頭像辨識 或者手勢辨識 等等 好了 講了少許簡介之後 我們入正題了 今天開始這個人工系列 我怎樣教大家可以開始入門 根據我們剛才說的方向 其實一部電腦 是要經過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令它學懂去辨認一些圖像 聲音 人面 手勢等等 當它辨認到這些資料之後 就可以控制另外一個元件 去發出開關或者控制的指令 後半部 我之前已經講到很多 大家如果還不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回我以前 有十幾個有關Arduino的影片 但前半部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 剛才我已經講過 如果這些機器學習的運算法 要自己寫 根本就沒有可能 但不用怕 我們可以以下網上平台 幫助我們做到這件事 而這些網上平台 我選擇非常多 我們當然要用熱門 今天我會選擇 用Google的Teachable Machine 什麼叫做Teachable Machine 我們一齊看看 Teachable Machine 就是Google所開發的 可以幫助你訓練你的電腦 去辨認你所給出的圖片 聲音 以至你的姿勢 我們現在進入主畫面 大家不要聽到人工戰略 就怕了 這個平台真的很容易用 你可以看到畫面非常簡潔 只有Image Project Audio Project 和Post Project 給你選擇 下面說 More coming soon 不要相信它 我由2017年Follow 對現在都只有這三個選擇 那我現在就示範一個 Image Project 給大家看 按了Image Project 之後 可以選擇 Standard Image Model 一般情況之下都適用 這個選項之下 是用224x224的彩色圖片 訓練完的模特兒 可以 Output Tensorflow 和其他Tensorflow Light Embedded Image Model 就是特別配合MCU來用的 所以所有東西的Size 是小一點的 例如是用96x96的黑白圖片 而特別只可以 Output Tensorflow Light 去給Micro Processor 用 這個Model 是小到500K 我們跟大路選 Standard Image Model 進來 你會看到 只有兩個Class Class1 和Class2 我幫Hong Kong U電子實驗室 教班的時候 我就教一些同工 訓練一個包剪的Model 所以要加多個Class3 然後就把三個Class 改名成為Paper、Cesors和Stone 你可以自己上載一些學習的圖片 但是你知道要深度學習 就是相片越多越好的 這樣上載上去 所以就不知道要幾多相片才夠用 簡單一點的方法 直接用Webcam 一路拍 一路做動作 轉不同的角度 這樣就快很多了 按住Hold to record 一邊就出包 做不同的角度 一路拍 我就拍了二百多張 拍得越多 當然越準 其他兩個Class 都是用這個方法來學習 在這裏提醒大家 學習的照片 最好的背景是正式的 之後Training 的準確度 就會高很多 三個Class都學習完了 打開Training 的 Advanced 下拉功能表 有Epoch Batch Size 和Learning Rate 三個參數 你可以修改 至於我沒有細節修改 直接按Training Mode 之後按Preview 就已經包剪鎖都認到了 還是百分之一百準確 包剪鎖就玩完了 但是我真的想用這個人工智能的技術 做到有實際用途的東西出來 於是我就想起音樂教學法裡面的高大儀手號 簡單講講高大儀一位 匈牙利的音樂教學家 所發明的歌唱教學法 其實他就是用七個不同的手勢 去表示 7個不同的音 於是我們用 Standard Image Mode 這個選項去學習七個手勢 講時講 這一套高大儀的手號教學法 特別適合在小學教音樂 如果適當運用 是很快可以教學生 唱好一個八道音階的唱名 不過注意 Dore, Mi, Fa, So, La, Ti 七個不同的手號之後 去到最後那個Dore 手勢就和第一個Dore 是一樣的 為了區分它和低八道那個Dore 我們就把它放在高一點的位置 來學習 之後就進行Training 在Training 之後 我們就會得到這個Cordani Model 而為了令到沒有手號的時候 是沒有聲音 所以我還加了一個Class 叫做Rest 即是休止 當鏡頭只是出現綠色幕的時候 就會變認為是休止 現在看看八個音的辨識程度 分別就是 Dore, Mi, Fa, So, La, Ti, Do 和休息 Training 非常之成功 我們現在可以將這個專案 處理它 留待將來要作出修改也可以 而下一步就是進行Export Model 以師姐將這八個音 和休止的辨識方法 輸出變成一組TensorFlow的編碼 剛才看到Teachable Machine 在訓練完一個模特兒之後 它採用出來的形式叫做TensorFlow 大家可以Google或者白讀看看 其實TensorFlow 就是Google自己想出來的一個 開發深度學習的一個框架 前身叫做Disbelieve Disbelieve是第一代 而TensorFlow已經是第二代 按照我所知 這個TensorFlow比起其他 新的學習框架熱滿很多 因為它可以跨很多平台都用到 換句話說 這個Training 模特兒 可以放在Teachable Machine的雲端操作 亦都可以下載和上載到不同的硬件上 放在Raspberry Pi 或者Micro Beat 或者Arduino等等 你可能需要用到TensorFlow Lite 而今次第一次介紹 我只想用我的電腦 去做這個辨認工作 所以我會將這個Caudalie手號的模特兒 直接上載到Teachable Machine的雲端 這樣的操作就會速度最快 而當這個模特兒上載完之後 你只需要將這段 shareable link copy它 一會兒就可以用這個 training模型 好了模型就準備好了 剛才我講了 我會用我的電腦 去做這個執行模型的工作 我為什麼要用電腦呢? 第一是時間快 第二是時間可以用其他電腦上的平台 去做辨認之後回饋的工作 就好過自己拿著MCU 寫得那麼辛苦 而我們今天用的平台是什麼呢? 就是連小朋友都懂得Scratch 說到Scratch 我相信很多同學 在小學已經學過了 現在初中的電腦教學 都經常都會玩到的 Scratch的好處 自然就是這個方法的編程 例如我要這隻貓走一步 按一按這個就可以 說到一個方法 在這裏 接著在事件裏面 將這個單出來 以後呢 同樣按這個旗仔 他就會走一步 更加可以叫他 叫多一聲 每按一次 走一步叫一聲 好 這個Scratch的平台這麼好用 而偏偏呢 又有很多人呢 為這個Scratch平台 再寫一些第三方的擴展的model 例如這個日本人 寫了一個叫做 TM2Scratch的外置擴展 只要插了這個外置擴展 之後呢 就可以認到我們剛才 是Teachable Machine 做出來的model 做法怎樣呢 其實就是 只需要按這個連結 進入這個版面 和你自己用的Scratch 沒有什麼大分別 只是在添加擴展這個位置 就多了一些選擇 那一會兒我們會用到哪一個呢 我們一會兒就會用到 這個 TM2Scratch的擴展 好了為了介紹清楚一點 現在我先收了自己的樣子 要在Scratch環境之下 打開鏡頭 先按左下角 然後選擇這個 視訊偵測的擴充 然後再加上 TMS Scratch的擴充 之後開始正常編程了 就在事件上 拿出當綠色旗仔被點擊 然後在TMS Scratch裏面 拿出影像分類模型網址 把剛才Copy了的網址 放入這個方法之內 之後就可以運用我們的model 來辨認那8個音 之後就要擔出一些 接收到影像標籤的方法 第一個我們選擇REST 接收到REST 就應該停播所有的音效 由第二個接收影像標籤方法 開始 就好了 今次我們檢查到是D 先播放一個MEL聲 嘗試一下 咦 成功了 那怎樣可以拳頭出D 而這裏根本沒有選擇其他聲 所以當然要去音效加一些新的聲 這裏有個加號 它有很多聲的 打Piano 所有鋼琴的聲音都出來了 但是它只有A B B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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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上传 上传8个音 好了,在这里了 回到程式 D 出D R 出R 如此类推,就把8个音做完 接着组织好,就可以开始试验 成功 成功 我弹首歌来听一下 太好了 今天就是卡路斯第一次 在这个频道里面做有关人工智能的东西 似乎我第一次融合人工智能 和音乐的试验都非常之成功 如果大家希望看我更多 将人工智能带入生活里面 而找出它的实用价值的话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卡路斯,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订阅、加赞和分享出去 拜拜